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就说那我们看这个礼拜天第一场怎么样 礼拜天第一场他就来了 而且是投马和这个位置都有 双龙出海 一匹配上乌斯亿 一匹配上这个萨菲斯 就是当然了 热的那匹就看现在看结果就是阻力了 但是冷那匹也没有放松了 一样的拼 然后我就说那咱们从这场开始接龙 那如果现在开始接的话还来得及 那等到过半的时候可能就没劲了 对了 他连续赢了三场之后呢 到了第四场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那匹马兵没有能量那么厉害 但还有位置 对 幸好到第五场呢 还是觉得这一匹星星出击 有这个条件 所以加赢多一场 我就觉得他这个整天呢 就是像这样的成绩啊 在猎马师里面来说呢 我们至少几个月以来没有看到这么好的 不过后来到上半场的时候呢 我也警告了 如果有赢 你再赌度无所谓 没有赢的话再跟就是觉得不是太理智啊 有时候就见好就收了 不可能就是这个一直跟下去的 要有一个理智的这个信念 那我们要讲的这个就是他的代表作了 就是他连赢三场的第三场 而且最冷的那一匹 这个赔率方面呢 也是他最冷六十多块 那这场赛事其实也是全天唯一的两场 这个第三级的赛事之一 那这个纳切尔这匹马呢 他不是第一回爆冷了 他当时短途曾经爆冷一次的 现在来长途呢 中距离了又来一次 所以立马是呢 他对这匹马真的是非常有信德 在他今天整天出手的赛事来说呢 这匹纳切尔 参赛的对手又不多 后来只有七匹参赛马而已 因为莫里菲呢 推出比赛 那竟然有66块钱啊 所以看得出这匹马呢 在赛前呢 是真的没有太多人看好 那马少的66块钱 等于说是马多的100块钱以上的 但是呢 他的走势呢 就跟他之前有一次呢 在短途1200公尺的那个赛事一样 你不看好他 不是代表他的走势不好 但是当然他就没有像那个短途那一场赛事这样子留得很厚 在最后阶段从外面冲上来 因为这个是中距离的比赛 他本身如果是中距离擅长有这样的速度的话呢 他没有必要留到最后 所以他就采取这个更前一点的 而且呢 他也是第一次配上这位大师傅乌斯亿 乌斯亿的提供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在这个星期天他也是很有成绩交出来的 所以跟着比较好的位置 前面领方呢 就是这匹议会 然后呢 旁边那匹铁血战士 最后阶段一利落的时候呢 那就看到纳切尔呢 就说一声谢谢 就把他们赶过了 后来追上来 果然因为当然他也是属于比稳健的马匹 但是他的实力差不多也是可以定论呢 他在这个水平属于一位难赢的 要赢马可能要降低半级 但是位置呢 非常稳 这场呢 纳切尔呢 这样子赢了以后呢 就算是实力曝光了 我们曾经在他刚来本地的时候呢 就推荐过他 而且呢 我给他下的定义就是 这匹马要一定要往长跑 因为他的种系来说呢 还有这匹马的跑姿 肯定是要往长跑 但是猎马是跟我们捉迷藏 偏偏就不往长途抱 这也是导致为什么 他在短途上抱冷 因为你长途都不去 在短途更加不相信 可是他偏偏的短途 就又给你赢出来 所以这匹马其实斗心有 他是看对手 到了真正他适合的赛程的时候 像今天这样的赛事的时候 他赢得非常的干脆 而且乌思逸这位大师傅呢 我现在看他的这个骑工啊 往中长途骑的马匹的 比短途更加的有力 他更能帮助这个马匹的走势 所以这匹交给他呢 是算是所托 确实是找对人了 那这场赛事赢过之后呢 这个马主本身呢 也是有两场投马进账了 包括了第一场的马匹 跟这一匹 都算是非常漂亮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对一位骑士的称赞呢 是在他来之前已经讲好的了 如果等他有成绩的时候 就等于说 今天你捧货卡 等他四场之后你再捧的话呢 就觉得是有一点 不是太理智 我们说的 对啊 他今天出了这么多参赛马匹呢 也确实是达到了 他应有的这个效果 也算是成绩非常好了 那我们看完这一场赛事呢 要讲一匹年轻力壮的这个参赛马了 克罗 这一场赛事呢 我们也总结过出来了 就是年轻马匹呢 在整场赛事呢 有控制大局的感觉了 很多四岁马 就是最后呢 就是四匹 跑前四名的 三匹都是四岁马 先来看一下这场赛事 这场赛事就变成年龄的主题啊 抓准这个年龄主题呢 选择马匹呢 就比较束缚容易的多 所以我们在这场赛事呢 先把那些年纪大的 六七岁的马匹呢 先把它放在一旁啊 什么安利多啊 春雷啊 甚至是最清邦的林肯上校啊 新林十一啊 这些都不是太重视的 剩下的三四岁马匹 三岁我们也是很明显告诉你呢 他尊丽乐团啊 赢完之后呢 最近就感觉像是 没有太刻意去 追赶这个成绩 反而是给时间 让他成长 最重要一点就是从四岁马匹呢 这一匹克罗 他上一场赛事赢马之后呢 他的那个表现 一直都是很平稳 在成超来说 然后呢 都一停赛 就换上薄奇能 薄奇能虽然说 这两天也不是很风光啊 比较沉了一点 但是呢 有好马在手的时候呢 他也是可以把拿笔马的能力发挥出来 现在黄色彩衣 就是 是给人家风出去了的 但是薄奇能真的是反应很 灵敏啊 立刻就走进内栏 因为看到内栏那个位那么多啊 走进内栏之后呢 哇 他的走势呢 就没有办法挡得住了 后追上来的这些马匹呢 都只能接近而没办法赢啊 特别这匹啊 灵家子弹呢 实际上灵家子弹是把他当假想敌的啊 结果呢 被他压着没有出路 因为也是被引入那个内栏了 结果困在马群中间呢 还好呢 被这个克罗杀出一条血路从里面呢 然后这个灵家子弹赶紧就顺着这条缝隙 也是跟上来的 所以非常的惊险 如果呢 克罗他在这边压住步速的话 我看灵家子弹是 也是无可奈何啊 所以最后呢 他也是能追得接近 非常惊险 从这个角度你会看得很清楚 最后最里面弯角的那匹 就是灵家的彩衣的灵家子弹 我们看现在克罗突然闪入内栏 因为这边的这个位判断非常的好 当然他也是稍微干扰到了一下后面的那匹嘛 他这样子带上来以后呢 这个后继呢 就已经是没对手了 因为其他马匹基本上利落 这个同样是四岁的比利魔咒 因为早段的时候也是消耗的太多 所以眼睁睁的看着里面这两匹马的走势都比他强劲了 所以就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了伯奇人这个跑法呢 他必须要这样做 那如果你等在外面那些马匹利落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实力不是很强的 等利落等于说你浪费一两秒的时间 如果他真的是一秒钟的判断啊 灵家子弹一冲出来的时候 你走进里面都已经没位了 因为你能看到那个位 人家也抢那个位了 对对对对 就是差别就是一两秒 谁先进那个位 就谁有机会啊 对那看完这场了 我们再讲一场呢 同样是礼拜天的第三集的赛事 那这场赛事开场之前我们也说了 很多四岁马三岁马凑在一起跑这场赛事 很有可能啊 从里面就会有这个去跑今年上半年四岁马 系列赛的马匹种子选手啊 赛后访问那马师 他都觉得这匹马呢有顶级的实力 我听了一个词是 他说这匹马是第一集 对了 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我不敢说他没有这个可能 但是我总是觉得 你现在只不过是第三集 就算你这场赛都不用升级 赛多一场去第二集再看一看 他唯一的好处呢 这匹马的身形非常漂亮 而且呢 他的台形在展示圈也是最好的 对啊 我们先看这场赛事 我在展示圈一直都说这匹马 今天的状态非常好啊 因为马匹大 有神器 那个步呢 是非常有力的 而且呢 就是江城送的时候呢 他都那个头呢 台得非常的高 很有趣事的 这匹马呢 他看得出来 他本身呢 是非常愿意去在这场赛事呢 发挥出他的长处的 更重要一点就是这匹马呢 不像他的最强对手 那个顺风快 这样子排内栏 不要忘记啊 体型大 或者是有些前输慢的马匹啊 排在第一位不是一件好事的 迪桂林呢 曾经呢 就是在这个赛事当中呢 就受困过 没有办法出来 这场赛事 啊 背上力呢 就不会那么笨了 早早就宁愿走外面啊 总之呢 我要忘空 我要让马匹呢 能发挥出他的步的那个宽度 就不要在内南左窜右叉这样子 现在你看顺风快 红色彩鱼那匹 哪里有位 不是没有实力 也不是实力不实力的关系 你都没有位给他冲 你是马王的时候来跪一跪啊 真的是吓了一跳啊 但是迪桂林呢 就走位走的 真的是非常的正确了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了 这个迪桂林这场赛事呢 到了直升阶段的时候呢 很少下边 基本上只是推这个码头 他这个身形 而且结合他这个本身的跑法啊 他就是到了直升的时候 跟你拼这个步伏 我这一个一步跨出去比你大 一步一步最后赶上来压倒你 所以你会觉得 最后过终点的时候呢 贝尘利的那个手跟那个缰绳啊 其实是很松的 就没有说是 还把他这匹马榨干 所以他有 练马师这样子的判断 说这匹马 等到第一级 我们真的要拭目以待啊 等他下一场 再下一场 能再连下两场的时候呢 我相信也差不多是 这个天下大白水落石出了 来看看在外蓝的这匹 红色眼罩的就是他了 真的你看这个步 他没有用编的 就是这样推 一直推 今天交给贝尘利 我看接下来也会一直找他了 除非这个驼重方面呢 可能再加回去的时候 才会去换回他的这个自己 马房的主侧骑士 对 为什么我对这匹马 能不能上顶级 我还是要观察的原因就是 因为这匹马没有爆发力 你不要以为 每一次都后手冲上那一 它不是改变速度的 对 它是用那个步 我比你大一点点 每一步多了一点点银而已 对 你要去顶级 这样的跑法 就要看对手是谁才可以 是啊 而且我们说爆发力呢 本地最好的例子 就是穷对不舍了 对啦 人家真的是一个挡一改了 那个速度就来 可以一个直层啊 就七八个马位 我觉得你这个描述非常的贴切 我们没有看过帝桂林换挡 所以不要急 对啊 所以还等他面对强一点的对手 有没有这个条件 不过通常啊 坦白说 那么体型大的马匹都很难的 有的话呢 我真的是佩服尚恩 马王了这匹啊 对 那接下来 特别从另一个角度 我们说如果他在下面两场都这样赢 不换挡赢的话 也可以说 都不一定那么厉害 只能说可以顶级 但是不是说是非常出色的锦标赛的马匹 好了 那这个礼拜天的赛事呢 就分析完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 总结一下这三场赛事啊 那第三场三号的纳切尔 长短途 他都能爆冷啊 列马师一天四贯 第七场九号的克罗 年轻力壮 有力联拼 第九场十二号地桂林 列马师对他赞誉有加 分析完了这两天的赛事 我们的节目也到尾声了 记住下个礼拜 我们只有礼拜五一个晚上 所以就也要看看霍卡 在星期五又出多少笔啊 然后再看看他有没有办法可以 再连续赢多几场 因为现在他已经泡离 陈银王两场了 今天的这个大收获啊 导致他现在已经是 成为了这个战师前领的 本地的列马师了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赛事点评赞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